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开摆的卷王 本期标题比较简单粗暴,如果你被吸引进来也不要急着说我是在骗取流量 这的确也是很多人关心的一个问题 也有不少自媒体朋友给大家直接了当的讲述未来什么行业最赚钱 但是很多人还是不知道一个行业能赚钱背后的根本逻辑是什么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咱们从更深层次来剖析行业赚钱背后的根本原因 视频最后,卷王也会罗列出自己认为未来发展前景比较好的几个行业 大家也可以一起探讨交流 如果你喜欢的话,也欢迎大家点个关注 后面的视频我也会为大家带来更多干货 话不多说,咱们直接进入正题 有小伙伴问我,说卷王你也算从事过很多行业了 能告诉我哪个行业最赚钱吗 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也很简单 就拿最近几年来说 我说房地产和互联网最赚钱,相信也不会有人提出质疑 可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些行业为什么赚钱 有人归结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当然也沾点关系 但却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今天咱们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带大家解读 为什么某个行业能发展得起来 要理解今天的主题,我将通过几个例子来给大家说明 首先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假设你是古代的一个国王,你的国家即将面临粮食短缺 可能是天灾战乱,也可能是进口受限 也有可能人口激增而耕地面积减少,总之就是粮食不够吃 那么摆在你面前的有两个选择 第一是呼吁大家节约粮食,并且限制粮食价格 不能让粮价暴涨 第二就是方人不管,任由粮食涨价 我猜很多人会觉得第一个选择应该没什么毛病 但是其实正确答案是第二个 咱先别急着和我杠 这其实是一个很经典的经济学问题 那么接下来我也通过一个例子来和大家说明一下 大家都知道迪拜和拉斯维加斯这两个世界著名的旅游城市 其实这两个城市,一个在阿联酋,一个在美国西部 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在荒漠之中 这也就导致了这两个城市一定很缺水 但是不知道大家去没去过这两个城市 实际上这两个城市的水资源并不丰富 但水是绝对管够的 甚至随速可见水井喷泉 泳池洗浴中心等等 让人觉得这水就跟不要钱似的 的确城市的水资源都是通过昂贵的海水淡化系统和吊水工程 以及昂贵的废水回收再利用系统来得以危机的 拉斯维加斯可以说是全美最干旱的城市了 但是这座城市也是全美最著名的旅游城市之一 而且从1990年开始,每年增长近6万人 而且这还是降水不变的情况下 当初也有人号召把城市里的水井喷泉拆掉 号召五星级酒店里的游客节约用水 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 水井喷泉和酒店的浴场泳池 这些奢华的废水设施对游客来说能极大的提高他们的出行体验和生活品质 能为一座城市带来经济效益 这些奢华的用水设施能让满意而归的游客口口相传 进而带来更多源源不断的游客 从而产生更高的经济效益 回过头再支持昂贵的水资源供应系统 这也导致了从1990年到2009年 拉斯维加斯的人口增长近两倍 降水量不变的情况下并没有发生水不够用的情况 假设当初因为水资源的问题拆除了水井喷泉 酒店的浴缸泳池 限制顾客用水 那谁还愿意来你拉斯维加斯旅游啊 人只会越来越少 消费也只会越来越少 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同样的例子迪拜 他在当初很多人也并不看好能在沙漠之中建立一座城市 也不看好这座城市能吸引更多的移民 但是当初这一政策要是落实的话 也不会有今天的迪拜 我们说完这两个城市的例子 转过头来再回到刚开始的问题上 要解决粮食不够的问题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干预市场经济的前提下 可劲吃可劲糟 或者让粮食变得越贵越好 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缺粮食 说到这估计有人听不下去了 要反驳我说 首先中国的耕地面积不大 第二种地的人也不多 就算都去种地 耕地也不会变出更多的粮食来 到头来资源还是会枯竭 大家稍安勿躁 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高尔夫球场那么大面积 为啥不用来种地 道理很简单 因为高尔夫球场赚钱多嘛 种地能挣几个钱 所以道理也很简单 只要粮食够贵 种粮食有利可图 别说高尔夫球场了 室内滑雪场我看都可以 里面还有空调 更夸张的说 青藏高原和西北的无人区 都能安排上科技大棚 哪怕再多 十亿人粮食也够吃 所以说 只要有市场的需求 和资本的逐利 研发出高科技大棚 安排在火星上 建一个恒温恒压的室内种植场 估计都可以实现 所以目前我们无法实现 大规模种植 也就差成本和技术 这两个难题了 这两个难题要是解决 只要粮食贵到一定程度 没有什么是你想象不到的 可能有人又要杠了 说经济经济 到时候粮食贵上天 老百姓更吃不起了 那么道理其实更简单 真要到了上面 我说的那种情况 我们社会的生产力 也一定将超过我们的想象 我们想一想 拉斯维加斯的服务生 酒店的保洁 他们能不能用得起 酒店昂贵的水 答案是肯定可以 所以 如果你的工作 就是在火星上种粮食 那么你怎么可能 吃不起粮食呢 哪怕你是种植场门口的保安 或者是修空调的维修人员 人工可能有差别 但一定不会差太多 所以我们也可以总结一句 只要你参与了生产环节 那么粮食的价格 对你来说 其实一点都不贵 只不过 我们目前所处社会的发展 还是很低级的 很多人估计难以理解 但我想说 这就是市场经济 自动调节的结果 这就是它的魔力 可能话题超出了你的认知 那咱们说的再简单点 当市场有了需求 它贵了 自然有人会投入更多的资金 有科学家投入更多的技术 你投入了社会的分工 自然就吃得起粮食 资本助力 这就是市场的基本规律 也是经济学的基本逻辑 这就像疫情刚开始一样 口罩需求增大 口罩涨价 供不应求 这也就导致了很多企业 投入生产口罩 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调节 口罩也不那么贵了 供求关系也平衡了 市场也被这样刺激了 回归我们今天的主题 套用刚才的逻辑 也就说明为什么房地产赚钱 互联网赚钱 房价贵得离谱 但是开发商 土石方 建材方 甚至搞劳工派遣的 他们绝对也都买得起房子 说互联网赚钱 那些做电商 直播甚至其中的运营人员 我相信也都赚到钱了 说到底 一个行业能赚钱 还得是关键的四个字 市场需求 所以未来什么行业 最能得到最好的发展 我们只需要知道 未来人们的需求 都是些什么 就可以大概的 罗列出来了 现在是全球经济自由化 市场的时代 我们先看宏观 所有人类的共同需求 包括了生理需求 生活需求和精神需求 第一个可以说 已经很满足了 第二个 很多发展中国家 仍然在完善 但是第三个 精神需求 却是无止境的 很多软件应用 也在不断的强调 用户体验 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现实生活中 与这个需求 相匹配的 也出现了很多新兴的行业 三种需求 也并非一次追求 也可以是一起追求的 那咱们了解清楚 市场的基本逻辑后 结合我之前视频 讲过的咱们国家 目前正在进行产业升级 那么我大概也罗列了 几个发展前景 最好的行业 首先第一梯队 包括了互联网 金融 信息传输 和软件信息服务 租赁和商务服务 这些行业 这里面咱们先说一下互联网 可能有人认为 互联网现如今趋于饱和 越来越多的互联网科技公司 和文化传媒公司 做互联网并不能赚到钱 还是那句话 咱们格局打开一点 相信我 现在只是互联网 刚刚起步的时代 仍处于一个发展的阶段 也就是大家 目前所听说的 web 2.0的时代 区块链技术 由于技术和法律政策等原因 还没有真正落实到咱们国家 等到技术成熟 法规完善 web 3.0也将会极大的影响 目前的互联网生态 到那时 能不能成为一个新的风口 还不确定 但是赚钱是肯定的 关于元宇宙区块链后面 我也会单独开一期视频来讲 再说一下信息传输 和软件信息服务这个行业 举个最通俗的例子来说 就是人工智能系统 目前人工智能的强大 世界都已经见识过了 未来甚至还可以替代更多的行业 不过也不用太过担心 各行各业都在发展 只不过人工智能这东西势头 是当前最猛的 也已经有大量的人才和资金的流入 未来从事人工智能相关产业 一定不会有错 再看金融 可以说是货币诞生以来的 万金油行业 从事金融行业的人 目前卷王还没有认识 相关从业人员是穷人的 但是门槛也比较高 也需要有人带路 而租赁和商务服务 也伴随着经济发展而发展的 未来也只会更多 且更加全面 有必要说明一点 不是大家想象中的 中介这一类的 中介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的展现 其实我们熟知的共享经济 就是租赁和商务服务行业 爆发的一个小小的体现而已 到了第二梯队 这个就比较多了 房地产虽然说已经疲软 但是在三四线城市和小地方 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 毕竟这也是人们的一个刚性需求 而与之伴随的建筑建材行业 个人看来发展也会比房地产要好很多 毕竟人们追求不断提升 对健康环保美观时尚的新型建筑材料 追求也肯定会更高 还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行业 科技都是不断发展的 这也是一个需要大量人才和资金的领域 同时和第一梯队的行业也是相互匹配的 其他像居民服务行业 矿业物流行业的发展也不会错 而餐饮业和旅游业也会伴随着经济的发展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更加的繁荣 未来也不失成为一个很好的选择 再有就是能源行业 结合当下全球新能源的兴起 这个机会也可以把握住 除去新能源 传统能源也在不断做技术突破 所以这个行业的前景也应该是非常不错的 剩下第三个梯队就剩下农林牧鱼 教育培训 制造业 医疗卫生和文化娱乐有关的了 由于人口的问题 未来也不会需要很多的学校和老师 所以这个行业的冲击比较大 但是目前还没有完全的展现出来 而考工考研学历提升等伴随着社会的发展 考工考研的人在未来是会下降的 关于制造业 可以结合我上一个视频去理解 最后咱们再说下文娱产业 首先 设计里的工作被AI替代 已经开始影响着一些从业者了 而影视文化行业也大不如前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当演员 也说明快要接近饱和 从这几年资本对影视行业的投资 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行业的发展趋势 但是人们对于精神追求是依然存在的 这个行业仍然会得到发展 只不过不如前两个梯队迅猛罢了 所以说 不断增强创新能力 也是在未来发展所必须具备的 列举了这么多 也是基于市场经济的逻辑分析处的理想情况 还有一些没有罗列出来的行业 如果看视频的你正在从事 对未来的发展前景 也可以在评论区发表自己的看法 和世界其他大多国家不同的是 咱们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 受到行政和政策的影响 还是比较大的 未来政府大力扶持哪些行业 我们是未知的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政府也是需要获得收入的 除了税收 政府也会把资金投向民生所必须和社会发展所必须具备的生产力相关的行业中去 咱们平时可以多看看新闻 了解一些最新的政策 也能避免我们在时代发展中被更快的淘汰 360行行行出状元 各行各业都有各行各业的社会分工 我坚信未来社会也将会更加平等 行业歧视也将会越来越少 说不定真像我说的 未来粮食价格上涨 也没人愿意考工了 博士也愿意去研发种地了 出现一波种地热也说不定 关于未来哪个行业最赚钱 不确定因素也有很多 没有谁敢给一个确切的回答 最后再插一句 行业赚钱并不代表你的专业能赚钱 房地产大热 学土木工程的人和土地上的民工 也不见得一定能买得起房子 只有积极参与社会生产 并带来社会进步经济增长 才是实打实的 也希望各行各业的从业者 不要失去创新意识 每个行业都在发展 原地踏步就是退步 在这里也祝愿看我视频的小伙伴 对未来充满信心 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 好的本期视频咱们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是开白的卷王 我们下期再见